63. 南方都市報 全國版 看范冰冰怎麼接招 2015年7月22日逆手B02許家這些年 范冰冰到底想過多少次頭條或是逆手 誰也數不清 不論主動放箭 還是被動躺槍 范冰冰號已經不是一個名字 而是娛樂圈的一個從來不會冷掉的話題 范冰冰在楊貴妃裏的許多造型都很有唐風 非常漂亮 的確很難想像她穿著華服跳少女時代大腿舞的樣子 大黑牛和小肥羊的幸福生活范冰冰和李神公開戀情之後 私下 台上都受恩愛 真是若死單身狗 南都專訪電影楊貴妃險設消失事未灑 有一種愛情和宣傳其是神馬關係 古是跌停身家縮水到底想沒上天台 這些年 范冰冰到底想過多少次頭條或是逆手 誰也數不清 不論主動放箭 還是被動躺槍 范冰冰號已經不是一個名字 而是娛樂圈的一個從來不會冷掉的話題 真真假假的事 只要碰見范冰冰號這個名字 上常右邊還得假假真真 八卦或者新聞 正說或是野史 總是沒格多久 就有某個名名為范冰冰的話題颱風集內 而處在颱風眼中的范冰冰本人 卻越來越少回應什麼 不過 最近的范冰冰忽然變得主動起來 為何 因為他主演的那部命運多寸險些消失的電影王朝的女人楊貴妃 以下簡稱楊貴妃 停拍 換劇本 換導演 換主演 楊貴妃從首次開拍到最終確定當期 前後折騰了五年之久 期間流傳的新聞救民一羅康 前日 范冰冰接受南都記者專訪 無論楊貴妃停拍 風波的舊文 還是他和李神俠組新進話題 視頻的新聞 渣都有機會聽聽范冰冰自己的說法咯 彩寫 南都記者許家實習生林彬妮PART 1Q 郭在容遲到因為范冰冰不停加氣 A 郭到希望我們跳大腿舞 有為史實2011年底 楊貴妃首次撥光主創陣容 因我的野文裡有文名 亞洲影壇的韓國導演 郭在容坐上楊貴妃的導演 范冰冰丹江主演楊貴妃 美籍華裔演員專龍 日本演員小律群等人紛紛加盟 除了國際化的卡斯之外 楊貴妃也聚集了中日韓三國投資 彼時來看 這部電影頗有寫師大製作的陣像 2012年初 楊貴妃開拍美足一月 就爆出國在容的遲到風波 關於為何遲到楊貴妃 國在容和楊貴妃 中國投資方春秋紅各執一遲 國在容此後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透露 電影開拍了要求改劇本 楊貴妃 改過的劇本是指考慮女主人公的劇本 至於范冰冰是否要求加戲 國在容的回應是她沒有直接要求 加戲 是通過投資方 或者是其他人傳達意見 而投資製作楊貴妃的片《方春秋紅》當年也對此發表過聲明 范冰冰自盡早後對待拍攝非常認真 敬職 敬業 對導演的其尊重 並未如據任何演員以外的工作 作為本片最重要角色楊貴妃的扮演者 她在本片中佔有絕對戲份 無加戲的理由 更從未提出過加戲的要求 回顧當年的停拍風波 范冰冰也有自己的說法 《南方都市報》 當年 國在容詞去楊貴妃導演的職務 也提到了你們在楊貴妃這個角色上的分歧 這種分歧主要有關楊貴妃的戲份多少嗎? 范冰冰 楊貴妃是個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 雖然我們和她的距離很遠 但她不是虛構的人物 有關楊貴妃的文字和圖片都存在的 而國外的導演去做楊貴妃時 可能有些歷史上的偏差吧 比方說 我們在戲裡跳的偽常與衣舞 應該是大堂鼎盛時期最華美的一種舞蹈 但是 導演希望我們可以跳大腿舞 韓國少女時代 韓國之名流行音樂女子組合 的那種 舞蹈 南都 郭在容導演有說過 這剝拍是如何考慮嗎? 范冰冰 她希望把這些戲變成喜劇 可視我覺得這不是無厘頭 到底唐朝的舞蹈穿什麼以及怎麼跳 這必須要有特別嚴謹的歷史考證 不是穿著蓬蓬裙 把裙子拉起來集體站成一排跳大腿舞 我年輕時也演過楊貴妃 我不想這樣的場景給我留下慘痛的記憶 我拍戲這麼多年 很少有導演給我任務 我完成不了 不過 最 大腿舞 這一點上我真的完成不了 南都 作為主演 你有因為楊貴妃這部戲的停拍和頭之方溝通過嗎? 說 范冰冰 其實沒有溝通過 我唯一說過的話就是我不管你 柱 楊貴妃出品方春秋紅總經理柳岩 的決定是什麼 你如果要停下來這個戲沒問題 如果再開拍 你還可以找我 我不會加你片酬 南都 對於郭在容導演有關范冰冰要求加戲這樣的說法 你自己聽到後有什麼感受?范冰冰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導演本人說的 但是一個劇組裡有三四百人 當一件事情發生時 如果你們覺得這個台階是可以踩在我肩膀上下來的 那我就給你這個肩膀 你踩著舒服就好了 對我來說無雙大雅 當時出來這個新聞之後 柳岩就急了 她說不能讓你這樣剛著 我也跟她說了一句話沒關係 到今天的我也不止剛過這一件事 但是 楊貴妃當中 我只是個演員 我沒有能力做 要求加戲 這個事情 而且我去做也沒有人會配合我 如果是武則天 因為這是我出錢拍的關係 我來做這個事情 我可以承擔所有的責任 Pod EQ 電影圈忽然出了個十兄導演 她是水 雖然她跨界而來 但是我對她有信心2013年9月 楊貴妃再次開拍 這一次除了女主角范冰冰 主創陣容全部緩血 最引人注目的是楊貴妃的新導演十慶 片方的介紹是十慶是田葬葬和張藝謀多年自有 根據網絡上的公開資料 這位十慶導演 原名程十慶 早年曾經做過張藝謀執導的電影代號美洲豹的編劇 後來一直重商 擔任大型企業的高管 作為十慶的智友 田葬葬和張藝謀應邀加盟楊貴妃的導演組 幫忙十慶共同拍攝此片 而在此前的楊貴妃發布會上 十慶也曾透露 馮小剛 薑文等一批大碗導演都曾為楊貴妃出謀劃 最多的時候 一場戲有六個導演在場 這樣的場面應該能用盛放空前來形容了 如此盛放 作為楊貴妃女主角的范冰冰怎麼看? 南都 十慶來做楊貴妃的導演之前 你們認識嗎? 范冰冰 認識 我們是朋友 南都 十慶導演 除了早期和張藝謀 王淑勤有過短暫合作 大部分時間都在做商業上的事 她來跨界做導演 作為職業演員的你 對十慶導演有信心嗎? 范冰冰 我還挺有信心的 真的 我覺得十慶導演的跨界會很好玩 我願意跟更多這種行外的人探討電影 她們會給你打開另外一線窗戶 我跟她聊過唐朝的背景 她知道很多有意思的細節 這些慢慢給我一些信心 可能有一些沒讀過特別多書的導演真度不了這個戲 但是她在技術上不是特別的熟悉 而留岩跟我說 她配備了導演組 有田葬葬和張藝謀 有整個團隊支撐這部戲 電影的水準不會差 南都 田葬葬和張藝謀導演在現場能做什麼呢? 范冰冰 她們兩位是掌握戲的氣氛問題 還有人物之間的細節 楊貴妃裏面的大場面還有舞蹈的部分 張藝謀導演都在現場 馮小剛導演其實是拍了一段戲的 但我不知道後來放到晶片裡沒有 南都 那麼十慶導演控制更多的部分是 范冰冰 演員的表演大多是十慶在控制 南都 她之前一直是個商人 她來跨界拍電影 不會影響她自己的生意嗎? 范冰冰 我覺得她為了這部戲應該是損失很多錢吧? 我看到她的司機拿很多合同來現場讓她簽字 我就跟她說 導演 你是多大的生意 都到片場來簽了 拍戲一共花了四個多月 她基本沒有回自己公司的辦公室 南都 此前有報導說 十慶導演曾經幫張藝謀處理過她和張偉平的問題 你們聊過這些事嗎?范冰冰 不知道 這些東西不是很了解 所以不太敢說 等我自己遇到事的時候 找十慶導演擺平吧! 大小 你的愛情和宣傳期到底有沒有關係? A 我們公佈戀情 特意選在非宣傳期范冰冰和李神的戀情增進而魂密報 從武則天到萬物生長 只要是有發佈會 媒體的焦點之一就是范冰冰 你的男朋友到底是誰? 彼時 范冰冰一直語言不詳 期間 有自媒體發過文章 有一種愛情叫李神 宣傳其才當犯爺的男人 范冰冰在某次電影發布會上提到這篇文章時 嚴詞激動 此時過去月如 范冰冰正式公開了自己和李神在一起 總算讓各位八卦黨友總守得雲開見月明的書喪 范冰冰出道者摩多年 除了李神是正式承認的男友 此前的許多非文大多傳來傳去 到後來也看不出真假 而因為楊貴妃這部戲流傳出的一個小道消息 就是范冰冰和十慶遠非簡單的朋友關係 談到此事 范冰冰坦然我身在娛樂圈 是每次都被大家拿出來做話題的那個人 但是導演他不是圈內人 我覺得有這樣的傳聞 對他不太公平 而且我也有男友 就不要八卦這些東西 對我男友也不公平 南都 你和李神公布戀情的我們看 後來都快被網友們玩壞了 你有看過他們的演繹嗎? 范冰冰 又說 看得到雷斯演繹的 我覺得應該收一大筆授權費 哈哈 南都 選擇在哪個時候以及那種方式公布戀情 你當時怎麽想的呢?范冰冰 最主要的原因是 不想被狗仔隊偷拍了 然後要用我們的圖片換很大量的錢 我覺得這不值得 愛情還是不可以用錢來形容的 我不想用拉筆拉槍連這樣的方式的報導 變成大落似樂的話題 成為狗仔隊賺錢的方式 第二個原因是 我覺得我們倆的感情 到了一個我認為能穩定發展的方向 而且我倆都是比較真實的人 不願意突而遮遮掩掩掩 沒必要 第三個原因是 哪段時間有人說 有一種宣傳奇的愛情叫李神和范冰冰 這個我比較在意 其實每次到發布會上做電影宣傳 都不是我要說感情的事 所有媒體都在問 我應該怎麽回應呢? 沒到我想公開的時候 大家一直問 我也只能打打太極 這句話就變成宣傳奇的愛情 那我就想 就在我正好沒有電影上映的時候公布戀情 罷! 起碼不會變成宣傳奇的愛情 所以 我們倆就找了一個彼此都沒在宣傳奇的時候公布感情 南都 最近看道 你和李神在微博上的互動多了不少 大部分明星CP都會在公布戀情之後受恩愛 你現在也走這個風格了嗎? 范冰冰 我覺得會自然一些吧? 本來我也不是特別願意受恩愛的人 但是 也不想因為工作的身份喪失了生活裡面的一些情趣 所以 自然舒服就好了 南都 從你們倆確認關係到公布戀情 經歷了多長時間 范冰冰 這個就不說了吧? 呀! 反正就公布了嗎? 以公布為準吧? Port 4Q 身家縮水上億 你可還好 A 完全沒關心過 夠花就行 最近這個月 全國人民最關心的其實不是八卦 而是過山車一樣的股市呀 不單開門這隻小散戶虧錢 好多明星也因此受到影響呢? 之前南方都市報曾有報導 范冰冰為列唐德影市前十名股東 持股一百二十八萬九千九百二十一 約一百二十九萬股 且都事限受股 我股價最高點來計算 截止至七月七日 女神在股市丟了1.12億元 不過 這一個多億在繁冰冰看來 好象根本不算善呢? 南都 股市大震盪那陣子 有媒體統計說 明星股東都虧了多少錢 你也在其中 據計算身家縮水超過一個億 范冰冰 真的 我都不知道 南都 你自己平時關心股市嗎? 范冰冰 沒有 每個人的手機裡都有股票信息 我完全沒有 對我來說 不管他像了還是幹了 都是一個數字 我本身也是一個對數字極其不敏感的人 而且 我覺得錢夠花就行了 他累計到一個數字 你也是花不出去的 不用去特別費心思看這個吧 有點類 南都 你出現在郭敬明導演的著跡的陣容之中 有一點意外 因為小時代系列都是以新演員為主 這次和郭敬明導演合作感覺如何?范冰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玩的上司 穿織的拍攝就像阿凡特一樣 完全是綠幕拍攝 我們的表演利用表情和動作捕足 衣服頭髮這些造型部分都是後期特效製作 我覺得郭敬明是個很聰明的導演 大家都是八零後 溝通成本很低 所以 小時代系列的時候 我也有去幫他撐場 南都 和郭敬明合作 你自己是有意識地去抓住九零後和零零後的新官 讚你 范冰冰 我覺得 沒必要刻意討好所謂年輕官契 A 還是依靠自己的角色和真實的個性吧? 中文字幕——YK